在主上上等的研究结束 今天开夏日 国后各级红环武汉肺炎 市长委员一早到安平一载国舍 关心小朋友到航空的状况 可先留下依照当山 牛体温之后再建立办件 规定上当顺利 25号开夏日一头早 市长委员和郭友求证心会举丢 来到一载国舍 跟小朋友职会 建立好好牛体温的方式 并市场台南市航空开夏 准备和郭友促试推动进行 市长委员提供掉 为了较保护学校孰心健康 在国内已经境界还没介绍进行 大南市医组织团量红卿在郭友外面 料理重宽 预理重严的作法 提前保守 以及订阅各行郭友促试 也载家中奉行 早 入市中早 早安 早安 那也谢谢学校方面 在学生上课前以及下课后 每个教室都要做进一步的清洁 能够把防疫工作做到到位 那尽量减少或是延缓社区感染的一个时程时间 所以我们觉得其实这部分 我们看完其他的国家 号称医疗技术水准比台湾好的 事实上也出现一些状况 所以我觉得其实这部分 有赖我们所有的国人 以及不管是学生或是家长们 大家的配合 能够让台湾目前为止 还虽然守得很辛苦 但是还是勉强守住这个防线 那今天是开学日 所以大家要关注这几天 未来一两个礼拜 这个有没有新的病例数 有没有大幅增加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这个开学这一波 就算是守住了 那当然我们要密切观察 关注中央疫情指挥中心 他们的新的规定跟新的措施 早上7点10分 留守学生家庭备动 核心到核好 并在后门口 丁令学生要在水晨 轻洗手 注意自己的卫生习惯 没有就第一天开学 所以我们有特别提醒小朋友说 就是要注意一些 就是要洗手 或者是戴口罩的这些工作 这样子 对就是 小朋友容易忘记 所以我们就会特别再提醒他一下 这样子 对啊 一载高秀后 丁致政标识 开校团内该在教室观看 让他为教宣灯压评 让他期间的家庭 也要依然公布 特别的方式进行 当时刚才学校老师 一直在这段时间的行乐 跟起乎奏惠修好 俗心也健康 记者 陈家生 安平哭 蔡宏伯德 在这段时间的行乐